警方玩東西,阻入維園的人流 21年前,天岸門鎮壓意見 21年後,輪到香港特區政府兩次搶走民主女神像,打壓六四 令香港人不願意再做沉默的大多數 我們那些人會收斂或者害怕,其實是他傻了 他越打壓,我們那些人就越多了出來 第一,我想不到為什麼不來 因為六四這件事還未平反,我們就一定來到平反為止 社會現況,不只是那個無聲平,是很多不同的聲音在 大會說,警方今年居然將天後站的通道收窄一半 令很多人被迫在維園外面參加悼念 警方是爛了條帶 不讓人進來說裏面太多人 特區政府的打壓是不會嚇怕香港人的 反而香港人會更加團結,是不是 珍惜自由和民主的 不只是香港人,迫得入場 就算要站在旁邊的通道參與,他們也不介意 是 烏蕙蕙蕙蜓